华府智库最新兵推的结果出如 2026如果爆发台海战争 到时美军跟日军如果大举介入原台 最终共军虽然不会获胜 但美中日台都会死伤惨重 台湾也会变成一个断水断电 没有民生运转的废墟 学者更直言在伤亡惨重 而且自顾不暇的情况之下 美日根本没有人愿意帮台湾出兵 美国裁选要驱逐舰大拉拉通过台海 大陆就突然大规模军演 还有28架次共机越过海峡中线 共军攻台到底会不会成功 美国智库最新兵推曝光 若2026年台海发生战争 在美国和日本都出兵军援的前提下 美国最少两艘航母葬身太平洋 20艘大型水面战舰遭摧毁 更会在三周战死3200名美军 相当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 打了20年死伤人数的一半 日本则有100架战机 26艘战舰损毁 共军则会有1万人阵亡 损失百架战机跟百艘舰支 而台湾在作战三周后 至少3500人伤亡 国内16艘驱逐舰和巡防舰全被 及陈民生全毁 只剩岛屿形同废墟 战争结果就算是大陆没成功 各方绝对伤亡惨重 三个力量都加在一起 最后的结果还这么惨烈 我是美国人我就会想说 我干嘛要为台湾这个地方 死3000人 美国人是很精打细算的 没有胜算的仗他是不太打的 日本之故也分析 若台海开战 对方军会先轰掉日本冲绳机场 跟港口甚至可能直接登陆夺岛 换句话说 日本恐怕也自身难保 哪有心力帮台湾打仗 美国要落跑了 台湾要占第一线了 日本一看这一个 我的妈呀 我可能就回忆一旦 美国日本浪杠了 剩下台湾你自己选择吧 美国靠乌克兰战争对护俄罗斯 这回想靠台湾冲突压制大陆 但报告中甚至提到 台湾若变战场 恐怕比乌克兰还要贪 现在乌克兰的军援绵不断 一开战以后 台湾岛内是得不到任何军援的 更何况美国到目前 都没肯定说愿意为台出兵 当执政者霞美抗中傻傻往前冲 擦枪走火的代驾 却是台湾人的命 记得张佑茨 徐国豪台北报道